原来宇宙第一道光诺亚并不是神秘四傲中最强的存在 这位被低估了实力的奥特曼竟然比诺亚还要强大 小伙伴们知道他是谁吗 说起最强大的奥特曼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诺亚 这位被誉为宇宙第一道光的奥特曼 被很多人誉为奥特曼的实力天花板 但是经过丹毛的资料查找以及细致的分析 有一位奥特曼的实力是要强过诺亚的 而且大家都严重地低估了这位奥特曼的实力 他就是雷杰多奥特曼 说起雷杰多比诺亚要强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有不少人认为雷杰多甚至不是赛家的对手 怎么可能强过诺亚呢 如果你也是这种想法 还请你认真地看完本期视频 相信到最后你就会了解 这位被严重低估的传说战士到底有多强 雷杰多神秘四傲之一 同时也是远古三傲 传说他是伴随宇宙的意志出生 也就是说在宇宙形成之初 雷杰多就已经存在了 按照这种说法雷杰多出现的时间比诺亚还要早 毕竟意志是伴随宇宙出现 而光明是在宇宙形成后才出现的 下面我们先说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赛家比雷杰多强大 大部分人认为雷杰多是由两位奥特曼合体而成 而赛家是由三位奥特曼合体 在融合的数量上赛家更多 所以赛家更强 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雷杰多与赛家都是拥有独立思维的个体 合体只是一种召唤条件而已 并不会影响奥特曼的实力 说起来诺亚还只有一位耐克瑟斯召唤 不一样很强大吗 下面我们再说说雷杰多的能力 瞬间移动 用奥特念力进行瞬移 可以进行无限次高速移动 雷杰多转移 瞬间移动到宇宙的任何地点 雷杰多锁定 可以束缚对手 令对手无法行动 穿越时空 雷杰多可以在过去或未来自由穿梭 说到这里小伙伴们会不会很惊讶 这些能力不是诺亚的吗 没错这些能力确实是诺亚的 但雷杰多也都可以使用 而除了以上这些 雷杰多还拥有着宇宙最强技能火花传说 以及可以毁灭全宇宙的雷杰多轻敏 这两个强大的破坏型技能是诺亚所不具备的 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能力 雷杰多还有很多强大的技能 比如反弹一切伤害或者看穿一切幻想 细心的小伙伴可以去查找一下雷杰多的详细资料 相信看完之后你会对雷杰多有全新的认知 小伙伴们 说到这里你觉得雷杰多与诺亚谁更强吗 请将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一同讨论 同时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